學國歌模 Philippines 我要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要 測這個展覽 然後這個展覽名稱叫 聽覺模写 那我們有兩位測展覽 這個名稱是 我開始發想的 來講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發想 因為我就是 看過 阿兜龍他曾經了講過 他說 在咖啡廳裡面 很多客人他喝著咖啡 然後他卻聽不見後面放的是什麼樣的音樂 然後他認為那時候音樂都是被忽略的 因為客人只是在喧嘩著 那我認為這一個點是還蠻重要 所以用這個點來做一個出發 因為我們現在是數位時代 那其實很多人開始會分類 對聲音的分類 那譬如說有人在質疑說 我用MP3聽古典樂 我到底是在聽古典樂 我還是在聽數位音樂 這個就是一個現在時代的一個不一樣 而且甚至是已經有在變化的一個東西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們現在 因為聆聽的器材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改變我們 對於我們現在聆聽聲音的不同的思考 這是我想要我們這一次展覽所要講的 聽覺這一個部分 或許會有人質疑說 為什麼你不要用聲音來做一個策展 那其實或許你會看到有一些藝術家 他甚至是沒有聲音的 那他如何來參與這一個聽覺默寫的一個展覽 那其實我主要我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要喚起觀摺對於聽覺的一些經驗 那譬如說我常講說一個藝術家他做了一件作品 他可能是拍了一個杯子掉在地面上面的 然後你看著那個杯子掉到地板上 破碎的那一剎那 相信你們在腦海裡面早已有聲音了 而不是不需要藝術家做一個配樂 你們才會覺得那個玻璃破碎是這樣子的一個聲音 所以他主要是要喚起你們一些聽覺的感知 用視覺用任何裝置用任何形式 都是可能喚起一些觀摺對於你們之前的經驗 聽覺的經驗這樣 這是我覺得還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開始有這樣子的發想的時候 我大概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剛好我們的執行長黃浩先生他就跟我提到說 中興是不是應該要有一檔是由自己來策劃的展覽 那因此我認為說或許我們可以來試看看 所以我開始有這樣子的想法的時候 我就跟首先跟我們台灣的藝術家 江謙興先生討論到說我要策劃關於聲音這個議題 然後他本身也是有在做音樂的藝術家 那當時去年四月份的時候 他剛好獲得奧博豪森影展入圍 所以他剛好到德國遇到李教授 李孝賢教授 然後也跟他談到說 中興有要自己策劃一個展覽的東西 那他本來是想邀他進來展覽這樣 那但是那個李教授跟我聯絡之後 他非常感興趣 因為他也希望能跟我們中興做一個合作 所以我們開始展開了這樣子一個策展 所以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他說 說我要策這樣子一個展覽 那他也認為他也提出說德樂志也曾經講過 影音就是影跟音是分不開的 那聲音可以代表影像 影像可以代表聲音 那在他的論述你們也可以去看 就有提到這樣 那我是覺得我們 我還蠻驚訝的是說 我跟他這樣對談中 因為他學術背景還蠻深厚 然後他又是一個蠻知名的寫媒體藝術家 跟策展人 那我們確實在這個理念上有達到共識 這一次邀請過來的藝術家 那有除了李孝賢教授他展出了一件在奧普豪森德國獎的作品 那以及來自西班牙的羅海德教授 那還有義大利的馬孔 那另外還有楊佳慧的作品 那在台灣就是有江建興 然後還有王愚君、陳佳慧 然後王愚君跟陳佳慧他們是在3月17號 禮拜六下午3點有一場物件劇場的表演 那另外我們這一個展覽是在2月11號下午2點開幕 那我們開幕當天安排了楊佳慧做一場現場的表演 那我覺得是還非常的難得就邀請到他過來這樣 那另外還有就是羅海德教授 他會針對他這一陣年的研究做一個分享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到時候過來聆聽 我希望大家可以到時候過來聆聽 來自住的地方 那為什麼大家可以聆聽